透过画面可以看到男子骑车摇摇晃晃 远景直觉有喝酒将他拦茶 男子无奈坦诚是因为酒后接到老婆大人电话 说想吃卤肉饭便当才会冒险骑车上路 如今被逮也只能干净打电话 向老婆大人道歉 带您来看一下当时的情形 因为我没有叫我买电工 他说我不吃那个 我说要包那个滷肉饭 因为老公刚刚在市场有喝酒 对不起 事发在18号下午三点多高雄凤山区无营路 当时这名54岁曹姓男子骑车摇摇晃晃 遭远景蓝茶发现他身上散发浓厚酒味 疑问之下男子坦诚是因为酒后接到老婆电话 说想吃卤肉饭便当才会冒险酒驾上路 如今酒册直超标被疫公共危险罪送饭 男子也只能干净打电话向妻子拒歉